大家好,我是小鹅 我们首先准备300克普通面粉 加入200克黑全麦面粉 再加入一小勺盐 一小勺五香粉 搅拌均匀 接下来调一点酵母水 400克温水 加5克酵母 搅拌至充分溶解 再倒面粉中 搅拌成粘稠的糊状 多搅拌一下 这样没有面糊颗粒 盖上盖子 发酵至一倍大 准备一把小葱 洗净之后 把它切成葱花 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根火腿肠 也切成丁 这里也可以放入 自己喜欢吃的其他配菜 比如说胡萝卜 芹菜 洋葱等 切好之后 也放入盘中备用 我们的面糊已经发好了 又是一个小时 发好的标志就是体积变大 有拉丝状态 倒入小葱和火腿丁 把它给再次搅拌均匀 接下来我们的电免秤选线命模式 蒸火 上下开关 刷上一层食用油 手上抹一点清水防粘 再抓一把面糊 把它给整理成圆形 放入电免秤内 把它给拍扁 上面再撒上一层白芝麻 这样会更营养 也更加的好吃 盖上盖子 捞四分钟 然后再给它翻下面 盖上盖子 再捞四分钟 捞到两面金黄 按压可以快速会弹时 就熟透了 全程大约需要八分钟 我们可以晚上把面糊搅好 放入冰箱冷藏发酵 第二天早上大约十几分钟 就姐姐全家早餐了 黑全白饼的这样做 外酥离软 特别的好吃 而且热量也低 多吃不怕胖 喜欢就试试吧